大家好 今天又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兒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商品 它是EDC Everyday Carry 那EDC的話它有很多種類 而且有很多範疇 我們大概就可以分成這七種 刀光火燒錢電房 刀光火燒錢 我們大家都知道 電大概也知道就是行動電源 防是什麼呢 防是防身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這個商品 它帶有 這七種屬性裡面的多種屬性 我等一下跟各位說明 那這個商品的話 其實我今天開箱是開得慢 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商品 我在 YouTube上面已經看到很多人開箱了 已經開到爛 它之所以能夠開到爛的話 表示它是一個很好的商品 那我看了這麼多影片之後 我自己也受不了了 我趕快也自己也買了一支 那來跟大家分享 那這個商品的話 今天是11月17號 2023年 那這個商品的話 是雙十一的時候買的 好 對那 我今天忘了 準備那個 刀子 好 沒關係 用手就可以開了 那這是它的包裝盒 包裝盒外面 這個賣家包裝的還蠻仔細的 好 登登! 足夠出現了 就是它 大名鼎鼎的 手電筒 而且它是戰術手電筒 這邊有寫 雙接戰術操控 這是戰術手電筒 那這一個商品的話 它確實是一個化石帶的商品 因為第一個是它有三千流明 非常的亮 那非常的亮的話 當然也表示說它的發熱相當高 但是發熱相當高的話 我們可以說它是缺點 也可以說是它優點 為什麼呢 因為它發電相當 發熱相當高的情況下 它有可能可以當作隨身的打火機 這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說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跟各位說明了 它呢帶著 這七個屬性裡面的多個屬性 那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說明 它到底帶著哪一些不同的屬性 那這個商品的話 它三千流明 然後呢 距離的話 光照距離可以到兩千兩百米 那 光牆有一萬兩千兩百 哇 這是非常強大的光牆 那還有這個光牆的話 也讓它帶有防身的屬性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說明 那它可以防墜落一公尺 水下呢可以到IP54 當然我們知道IP54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防水等級 不過聊勝於無 好 那這個商品 非常的EDC 而且它就是十全十足的EDC 非常好 那這裡面的話它就包含了 USB-C的充電線 那裡面內置是1700mAh的鋁電池 1700mAh 你說它大嗎 我覺得還算大啦 以手電筒來講的話 1700mAh已經算滿大了 好 那我們包裝打開 打開了之後的話 有一個說明書 這裡有一個說明書 那這個說明書的話 那我們看一下 我最喜歡看說明書有什麼語言 有沒有有繁體中文 這一面是英文的 那這一面的話有韓文跟日文 好 很好 尖體中文 但是沒有繁體中文 好 沒關係 我們把它放到旁邊 好 收起來 那裡面的話呢 還有一個 NICROR它的一個保證書 保修卡 有一個手繩 這手繩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它這個手電筒的話 它是有一個吊化孔的 所以說這個手繩 我覺得蠻不錯的 然後有一個USB-C的充電線 是NICROR 這個充電線的話 我相信每個人手上都很多條了 好 那它的包裝就相當的簡單 一個說明書 一個保證卡 一個手繩 一個充電線 那我們來看主體 好 它這個重量的話 是一百多克吧 一百二十克 我記得是一百二十克左右 那我 我這樣子拿在手上的話 還蠻沉的 有點沉 一百多克的重量 還蠻沉的 我印象上是一百二十克左右 蠻沉的 那質感不錯 而且我拿在手上的時候 我發現它Size不小 Size不小 對 Size不小 那我的手大概 因為我手不算大 大概就是 這個Size 長度的話 官方的數據是 13.5公分左右 這長度 對 那有點沉 有點重量 那我剛剛 那它這個外型的話 我覺得設計很好 而且它是一個 化石袋的設計 怎麼說呢 我們要到三千流明 的一個 灶度的時候 這手電筒都會很大隻 而且都是圓的 而且裡面會有很大的光碑 那我們要拿到一個手電筒 它有三千流明的灶度 但是呢 又這麼的小巧 而且是薄的 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它很薄的情況下的話 它會變於攜帶 所以說這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優點 所以說它是一個 化石袋的商品 那它整個 材質的話是 不鏽鋼材質 這也是我們在 用手電筒的時候 一個很喜歡的材質 因為不鏽鋼的話 它會帶一個 金屬的 冷裂感 那再來是說 它的一個 一點點的重量的話 也增加這一個 手電筒 握在手上的質感 對 所以說手感不錯 那外面有剁一層鈦 所以說它的 外層的話會 蠻耐刮的 那它這個側邊的話 這一條黑啊 它是一個 塑膠 不是橡膠 我在一些 Youtuber的影片裡面的話 有提到說 他說這個是橡膠 事實上我現在 摸起來的話 它並不是橡膠 它是塑膠 因為它是硬的 它不會變形 所以說它是塑膠 各位要注意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的話 它有一個充電孔 是Type-C的充電孔 蠻好的 那這個充電孔的話 我說實在的話 是有點 因為它IP54啦 我不知道這樣子 是不是真的可以 真的能夠在水下 水下可以到 這個 5分鐘 我是不知道 IP54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達到 但是我這看起來的話 有可能 有疑慮 是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它這個背後的話 是一個背夾 背夾還是一個不鏽鋼的 蠻大的背夾 質感很好 就可以讓你便於攜帶 那它這邊有一個洞的話 就可以讓你穿這個手繩 你的手繩可以穿在這個洞裡面 可以看到 那 那它這個地方的話 有一個抓握的一個角度 因為我們在穿牛仔褲的時候 或者說穿褲子 你可能要插在後方 你要插進去的時候的話 你要推這裡 你要推這裡 你就不能推這裡 因為推到這裡的時候 它就開啟了 好 它就開啟 好 對 那 所以說 有點 如果按到這裡的話 它可能會 被你誤觸而開啟 那誤觸開啟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問題 要小心喔 因為它 這個手電筒的話 它光強到三千流明 非常強喔 非常大 那 但是它沒有光杯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沒有光杯 沒有光杯的情況下的話 表示說它整個發熱 是直接從這個燈頭 往外發熱的 所以說 你如果說 在不小心誤觸到上面的開關 而且你又沒有鎖定 我們現在鎖定在二級 二級鎖定的話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什麼呢 開關鍵 跟這個MOD鍵 比較矮的這個是MOD鍵 這兩個都鎖定 我們就是所謂的第二級的鎖定 是這樣子 第二級鎖定 在螢幕上有看到嗎 第二級鎖定 就是兩者都鎖定 叫第二級鎖定 那你如果說 不小心按到這個MOD鍵的話 它會直接爆閃 爆閃三千六名 那這個的話 有可能會讓你的褲子 會濁破一個洞 所以非常小心喔 好 那這個整個外觀 都介紹完了 然後 對 那它這邊的話 還有寫到說 它前端這邊會發熱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打開了之後的話 它在這個MOD鍵上面的話 有一個膠膜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要如何 將它的這個鎖定打開 我來看一下說明書 因為說實在話 我也不太會用 它這個地方的話 有一個說明書 看看要怎麼樣解除水平 好 好 它說你按一個短 按一下 然後再按長按 好 它就會解除 好 解除 好 剛剛已經解除了 好 那這是 第四段 第四段的亮度 好 好 那 這邊可以看到 好 這是第四段 好 這是解除 好 這是解除 好 這是第四段 蠻不錯的 好 這第四段 第四段的亮度的話 應該就是 欸 好 這是第四段 第四段的亮度 應該是 一千流明 啊 那請按 好 Level 4 它有 一千流明 真的蠻亮的 對 一千流明 蠻亮的 那一千流明的話 它真的是亮度很高 好 因為它這個 控制的話 它這個開關按鍵的話 它有兩個檔位 一個是比較輕的檔位 好 那 一個是比較 重的檔位 所以說要 好 那它可以 喔 第四檔 第四檔是 十五流明 好 然後呢 這是一千流明 好 長按的話 它就會變成一千流明 短按的話 它是十五流明 好 那十五流明的話 它的 以 它的官方說法的話 它可以有三十七分鐘的 亮度 好 那 這是一千流明 一千流明的話 大概是一個小時 因為它這個操作的話 實在是 要 要一段時間 熟悉 因為我現在不小心 又把它鎖定了 好 然後 它的這個 這是 Level 1 Level 1的話 它會有十五流明的亮度 那這可以照三幾個小時 這是 那 這是Level 2 六十五流明 好 要更亮一點 然後呢 這是Level 3 兩百流明 不錯 它整個握感的感覺 非常的 怎麼說呢 很紮實 要輕按 輕按 一千流明 十五流明 十五流明 六十五流明 我覺得這個操作 要稍微有些熟悉 才有辦法弄 然後 你在這四個檔次上面的話 都沒有辦法進入到三千流明 三千流明的話 是要按MOD檔 MOD檔的話 我們分短按 短按的話 是直接三千流明的時間 然後它就開始 一直在 有十二秒的時間可以亮 因為它這個地方都會過熱 好 那我這樣摸起來的話 我不覺得它有熱到一定的程度 好 對 那它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說你全部按下去的話 它就會三千流明的爆閃 好 那這個的話就是一個防身 防身的功能 好 所以說我說它有帶的相當多的屬性 就是在這個地方 好了 做說明 那我其他另外一個屬性的話是 這個火 那什麼叫火 你知道我們在外面 很常常不容易帶打火機 如果在我們在野外的時候的話 我們可能有時候會帶著火種 或是打火棒 那如果說它這個的話 因為它是三千流明的一個燥度的話 它在長按的情況下 它這一個三千流明真的非常亮 它會讓前段非常熱 用這個熱度的話 就可以將這個火種點燃 可以點燃 那所以說它也可以帶著一個電子 點火器的一個功能 所以說非常棒 那你平常在拿著的時候的話 要怎麼使用 像我們一般如果說 我們遇到一些危險的時候 那就可以把它做爆閃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趕走 你下退前面的敵人 或者是一些在野外遇到的野獸之類的 所以說是相當好用 而且再來是說 如果說防身器的話 我們叫做 隨身的防身器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分成兩種 第一個是噴辣椒水 第二個的話就是像這種爆閃 那原則上的話 這爆閃是後續法律責任相對較少的一個防衛方式 那但是你如果說噴辣椒水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有相當多的判例 是把噴辣椒水當作是傷害 所以說你後面可能還會面臨一些法律上的問題 但是這個爆閃的話 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疑慮 就是直接可以就把你的 在你面前想要對你有攻擊的人 然後你就可以馬上把它逼退 這樣子 你爭取到一個可以向後逃跑的時間 不過你自己在使用的時候要相當小心 那今天的話就是介紹了這個 叫Nightcore EDC27 這支手電筒是非常棒的 那推薦給大家 謝謝 我們下次見